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对治疗感冒和喉咙痛都非常好的食疗方 我有个朋友住在香港 他家里一家七口 上星期开始 陆陆续续快速检测呈阳性 也就是说一家七口传中招了 他说他们的症状跟一般确诊的患者一样 有头痛、喉咙痛 但是喉咙痛真的很辛苦 他的症状比较严重 喉咙痛的吃不下东西还伴有呕吐 前天就有人教他喝热柠檬水加盐 他喝了一杯后就去睡了 睡醒后起来感觉好多了 接着他又传天喝了两杯 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喉咙已经不痛了 其他的症状也没有了 由于其他家人也有这些症状 也都跟着来喝 现在家里人的喉咙痛已经消失了 他希望我借助视频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效 如果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 也不妨试一下 下面我就将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柠檬放入一个大碗里 然后用少许的水先把它打湿 接着我们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我们利用食盐来把柠檬清洗干净 其实柠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水果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药用价值的水果之一 它富含维生素C 糖类 钙 铁 铃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腌酸 柠檬酸 苹果酸 橙皮肝 柠皮肝 高量的甲元素和低量的钠元素等 具有滋养 润躁 解毒 美白美颜 润肠通便的功效 对我们身体十分的有益 由于柠檬富含维生素C 具有抗菌 提高免疫力 协助骨胶原生成等多种的功效 感冒的时候一天喝上500到1000毫升的柠檬水 可以有效的减轻感冒的症状 尤其是刚感冒的时候可以不要而遇 除了抗菌 消炎 以及提升免疫力 还有开胃消食 生津止渴 以及解毒的功效 柠檬用盐搓洗后 我们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把柠檬一分为二 其实柠檬还能去痰止渴 清淹润喉 它的去痰功效比橙和柑橘还要强 将柠檬汁加温水和盐 饮之后可以把喉咙积聚的浓潭顺利的咳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杯子 再来准备1分1茶匙的食盐 然后倒进杯子里 然后我们往杯子里倒入小半杯的开水 再来用勺子把食盐搅拌融化 食盐搅融化后 我们再来倒入适量的凉开水 然后拿一半柠檬 把汁挤到杯子里 其实我们平时没有感冒的时候 也可以多喝一些柠檬水 柠檬水中含有大量的柠檬酸盐 能够抑制钙盐的结晶 可以防止肾结石的形成 甚至可以使局部的慢性肾结石的患者 结石减少 平时喝一些柠檬水还可以防止心血管的疾病 同时还能消除色素沉着美白肌肤 挤入柠檬汁后 我们再来把它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把挤完汁的柠檬再切片 柠檬中所含的橙皮带和油皮带都具有抗炎的作用 而柠檬皮中也有香叶木带 这些物质也有消炎的作用 另外柠檬皮还有丰富的钙质 所以我们连皮一起泡水喝效果更好 我们要两片就可以了 让柠檬片在水里泡一两分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喝了 这个柠檬盐水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喝完一个小时后就明显的感觉舒服多了 因为我今天也感冒了 头很痛 头龙也有一点不舒服 接着我也喝了一杯这个柠檬盐水 一个多小时后我就感觉我的状态好多了 鼻子也痛了 头也没有那么痛了 真的舒服了很多 这个柠檬里面的柠檬酸能够预防感冒 可以刺激造血和有助于降低多种的癌症的风险 另外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对人体发挥的作用就是犹如天然的抗生素 具有抗菌消炎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的功效 这个柠檬盐水我们一天可以喝两次 甚至可以喝多一点 喝之前我们最好先吃一点东西 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有感冒头痛喉咙痛的朋友 你也不妨试一下 也希望你尽快的好起来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收藏